日前河南省永城市高庄镇车吉村 在对村内一坑堂进行清理时 从堂中挖出一座石碑 经文物专家鉴定此碑为清朝康熙五年 重修陛霞园军行磁石所刻 距今已有353年 专家表示这对研究当地地名变迁 乃至极臣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随后记者前往高庄镇车吉村进行探访 建厂记者看到 该石碑为轻石材质长175厘米 宽75厘米厚24厘米 石碑雕刻精细保存完好 用清水清洗后 碑上的文图清晰可见 右上角刻有重修陛霞园军行磁字样 左上角落款为康熙五年 碑文内容为重修陛霞园军行磁记 记载着修辞原油和捐款人姓名 据车吉村村委会主任王中杰介绍 当时村里正在清理坑堂 突然发现一块巨石 确认是石碑后 便立即上报上级文化文物主管部门 根据碑文内容显示 及村民的讲述 该村早在明朝时代 便是一座繁荣的大鸡镇 据李军山介绍 明清时该村建立了陛下援军行磁俗称奶奶庙 以祈求忽悠一方平安 康熙五年村民们对行磁再次进行重修 关于车吉村原名为东兴吉的教法 虽然当地村民言之糟糟 即便明家境年间的永成县制 和1978年苗乔镇发现的民国初年所里 萧镇恒将军 功德碑中有所体现 但并无可考实据 该石碑的出土再次证明了车吉原名东兴吉 这对研究永成市的地名变迁 乃至永成的吉镇发展历史 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这上面又体验了 这上面有有东兴吉 并且这是写的那是冲修陛下援军 兴祠北 这大家都知道 陛下援军就是太陕南南 叫兴祠兴拱 因为它是属于道教 冲修陛下援军兴兴祠北 说明康熙时期已经冲修了 一般情况下 在古代建立这个庙宇啊 它质量都非常好 起码建立以后 起码得保持个北神线不成问题 同时对永成的历史 地名的演变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资料